各位读者邦晚好 欢迎收看2018年5月22日光华夜报抢先看 今晚的光华日报夜报头条 大马国债超乎想象 首相敦马指出 国家财政已被侵蚀 国债从以前的3000亿报增至于1亿令吉 另一边向 基于大选后变局多 加上林冠英级律师哥冰心 皆在不成宣誓就任部长而却停 林冠英低价购物案以展严审讯 据了解 林冠英也已经申请了撤销案件 国际新闻 泰国南部多间银行集体款机 周日晚先后发生最少14宗爆炸 造成三人受伤 有军人向媒体表示 当地每年在灾界月旅次发生暴力事件 娱乐焦点 韩团BTS防弹少年团 再度刷新K-pop歌手新记录 他们在告示牌音乐奖颁奖典礼 第二度夺走最佳社群明星奖 成了史上唯一连续两年得奖的亚洲歌手 以上就是今天的光华夜报抢先看 欲了解更多新闻资讯 请翻阅稍后推出的光华日报 阅读愉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